字幕錄音專輯 用了很多米色 不同木質感 放了黑色金屬 不鏽鋼元素 跟木質感做對比 這個村屋單位設計想擺脫傳統首舊的風格 演繹一種新式的香草味道 帶滿用上胡桃木 保留原色 但表面以人手艷上保護漆增添原始感覺 再加入黑色金屬門框加強現代感 在深淺對比下大約七八呎的單位 空間層次更加豐富 單位客廳本身的佈局四四方方更加不太鮮明 與其增設間長 設計師利用傢俬劃分空間 用一個比較高層的顯示櫃 去做一個簡單的分隔 叫做一個半開放式的分隔 叫做一個小的空間 是給圓關去穿鞋 或者坐在那裡想想 你看到這個高身的櫃 它都是有少少洞 就有一個視覺上分隔空間 但它又不會太壓迫 大部分的長身由上紅色與膠漆 唯獨電視機背後的特色牆 選用了一種意大利特色油漆 上面加裝蛇燈 令油漆的深淺粗燥感提升 由藝術師一筆一筆去畫那些痕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條紋 是很有質感和溫度 而且它是整幅 不會有長子的類似薄痕 半幅特色牆做了原木層板 用來固定的鐵枝隱藏在牆身裏面 飯廳一張厚身的原木桌 特意為屋主挑選 可以滿足它日常用餐 和經常在家工作的需要 要令到身內流露溫馨的格調 全屋刻意沒有裝著燈 只是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加入吊燈、射燈 和有滲光效果的長燈等等 廚房門器用傳統燃門 以長紅玻璃取代 一來它可以透光 即是不會浪費了 在廚房照明的光線 第二就是 就算裡面正在看 很多東西放出來 外面也不看得很通透 貫徹鄉村設計的風格 本來廚櫃想用上原木 但是衡量到本港的天氣環境之後 決定改用容易清潔打理的橫式面板 配上小小的手工磚 和浴室選用的防水磚有很大分別 現代的趨勢 都是偏向磁磚或石 都是越大越好的 往來會比較大氣 令到一個小的空間 不會有太多線條 主人房的損失 亦都設合全屋主調 燈光也是重點 屋主對睡房設計的唯一要求 是要三邊落床 和能夠容納衣櫃 我們都用了燙門 去做一個櫃門 變成它可以省空間 然後燙門 都是故意訂造 由地道天花這麼大隻 令到線條更加簡潔 用到亦都更方便 因為開門空間大了 開門空間大了